首度没有台风侵袭,久汗不雨 台湾面临56年来最严峻缺水危机 南投六月潭水位也就降至735.21公尺 罕见探底,更让曾经多年的垃圾全都浮现 延伸环境的问题 对此,县议员谢明宝也呼吁民众要有公德心 并希望相关单位能够从小宣导环保的概念 这一团水啊,因为干旱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水位降低 裸露出很多的垃圾 包括马桶都有 那么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想这个马桶肯定是刻意人家往里面丢的 这是很不道德的一种行为 那么我们在地方也呼吁说 我们地方民众呢 而且由我们政府往下砸根 从教育做取 环保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责任的 不光是日月潭潭里面的垃圾 包括各个区块都需要有环保的概念 罕见探底的日月潭出现垃圾器官 水退了以后恐怖景象引发各界的关注 更产生环境恶臭等观感的问题 当地居民自发性的清理一个月 但成效有限 所以号召了上百名志工与相关单位一起进滩 清出了整整一公顿的垃圾 县议员石信荣也表示 希望游客在功德心方面能够来加强 垃圾切勿随意丢弃 今年严重的干旱 水位也严重的下降 那潭底这个岸边也浮现了很多 包括汇气的船艇 或者是汇气的这个湖牌 的一些塑胶 或是什么这些东西 当然平常在日月潭满水位的时候 游客也好 这个部分可能在功德心方面 有需要再加强 然后游斧或是到潭边散步的话 要一定把垃圾带回去 不要随便去止在日月潭 日月潭水位罕见摊底 浮现许多的垃圾 不仅产生恶臭影响环境 雨网扣到垃圾更会影响雨货量 议员们也期许 相关单位能够从家雨 开始来宣导环保的观念 并呼吁游客垃圾要带走 切勿造成地方环境的污染 记得雄军综合采访报导